又到了真佛秘法小学堂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 真佛宗台北中观堂的事连月金刚上师 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欢迎上师 上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连月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连月上师为我们分享 让我们了解到了 我们修持真佛秘法本尊法的新药口诀 但是呢我们也了解到 现代人其实非常的忙碌 要实修不容易 但是真佛秘法呢 真的是非常方便现代人修行的一个 很棒的法门 那我们请连月上师再继续为我们介绍 真佛秘法 好的 在介绍真佛秘法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句连生活佛所说的话 他说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学佛者 四十年来 他所有的一切的修法都是非常非常认真的 那么这四十年来他所有一切的传法也是非常非常认真的 我为什么一直要强调这个非常非常认真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 你只要愿意修行 但是如果没有非常非常的认真 那么我们也很难以得到成就 我们如果知道了所有的心药口诀 如果没有办法非常非常非常认真的去实修 这口诀对我们来讲一点作用也没有 所以连生活佛 他是以身教来教导我们 四十年来非常非常认真的修法 没有一天中断 四十年来非常非常认真的写作 因此到现在两百多本文集 一直不断的在教化着我们 那么连生活佛也一直非常非常认真的说法 传法灌定 并授予所有众生一个最清净的净土 磨合双连子 甚至于在十一月二十九号 在台湾内藏寺的法会上 连生活佛说 这四十年来唯一支撑我的真佛中就是一个真字 他说这四十年来 他没有一天间断 包括这一段时间 连生活佛由于从美国回到台湾来 那么他身体咳嗽对于台湾的这种天气 一时这个没有办法适应 那么他咳嗽感冒 但是连生活佛也说 虽然如此 我仍然没有缺席 在每个礼拜六的台湾美葬师的法会 并且连生活佛说 我愿意 我将我的这一生 都希望所有一切众生的病 都承担在我的身上 我愿意让众生一切的病业清净 我愿意将我这一生 所修持的法门 带领着大家去成就 因为他是如此的真实 我愿意我所有的弟子 全部都能够回归到净土 都能够修行成就 我才成就 连生活佛他一生 他抱着牧羊人的菩提心 他不断的在这真实的佛法当中 不仅很认真的实修 并且他愿意在这一世 令所有的弟子都能够很真实的成就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得闻这个秘法 能够归根本丧失连生活佛 那么最重要的 也就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学习连生活佛 很认真很认真的这一份心 是相当的重要 听起来很简单 做起来有点困 但是我们互相的勉励 互相的运行 感谢连月上市跟我们做的分享 节目的最后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 进来全新第17季的 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再一次的感恩是连月金刚上市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佛奖大圆满九次地法 我们星期六见 阿弥陀佛 又到了真佛密法小学堂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 真佛宗台北中观堂的 是连月金刚上市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来欢迎上市 上市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连月上市来到节目当中 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 连月上市为我们介绍到了 真佛密法是现代人实修 非常方便的一个法门 同时我们也讲到了 真佛宗的真字 对于我们修行的重要性 而且上周我们特别分享到了 连生活佛说到的认真的态度 从不缺习不论是修法或者是说法 或者是写书度众 没有一天是尖端的 那我们今天就再请连月上市跟我们分享 我们修行最重要的也就是真佛宗的第一个字 这个真字 好的 在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密法就是真佛密法 真佛密法最有价值的核心就是真字 那么真佛密法里面的莲花童子 也就是不虚伪不造假的一个真字 所以这个真字才能让我们回归到童子的本源 连生活佛说 身为一个宗教的领导人 要受非常非常多的挫折 要非常非常辛勤的工作 所以他人生的态度就是认真 但是这40年来 是什么样的力量 让连生活佛一直不断的如此精进呢 连生活佛说 是因为当年在26岁的时候 瑶慈金木开启了他的天眼 他所见到的摩合双连瓷 是如此的真实 并且他也明明白白 他此生下降到沙婆世界的一切的使命跟誓愿 所以因为这如此真实的见 所以他说 真佛中是全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宗教 因为就是这个真字 所有真佛密法 一切的所有一切的修正都是一个真字 只要我们能够依止真佛密法来修行 最终大家的修正也是非常真实的 就是因为这非常真实的见闻 让连生活佛这40年来 从来不懈怠的将他所修正的佛法 不断的仔细的 并且将其中的口诀跟心药 一直不断的交到弟子 所以连生活佛的愿力是非常真实的 所以在连生活佛的誓愿里面 他说生生世世不舍一个众生 这个就是愿力真 所以真佛中在全世界五百多万弟子 五百多万的弟子跟连生活佛 都交汇着五百多万生命的感动跟故事 所以一个行者一个成就者 他的愿力会深深的 在每一位的弟子身上 产生了一种感动的力量 所以在真佛中里面的感应 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 所以真佛中的修行 感应也是非常真实的 所以因为我们得到真实的法教 真实的口诀真实的修行 我们在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阶段 也得到真实的感应 所以师徒之间就产生了 非常真实的交融 这个是在真佛中里面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质 活佛五百万弟子跟活佛的心 法界所有众生跟活佛的心 产生了非常真实真实的交融 这也是真佛中的真子了 感谢连岳上师非常真实的分享 也希望大家不要只是说说 而要真实的实修 节目的最后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 打电话进来全新第十七季的 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再一次的感恩是连岳金刚上师 来到节目当中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佛奖 大圆满九次第法 我们星期六见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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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